試試看用View環數、Index、Offset、Indirect等等 比如說我今天只是單純要查詢 其實這個地方這個東西也蠻像是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所以其實ECL基本上也能夠做出類似資料庫的這種儲存資料的效果 甚至你可以把它取代掉都沒問題 其實你拿ECL當資料庫可不可以啊 可是呢,如果ECL當資料庫會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它的比數會有限制Ctrl向下 最多的話,你會發現這是6536 因為我們是相容模式 相容模式是2003的 因為這個檔案是舊的 很久以前我從2003用到現在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2007以後的格式的話 你就另存新檔 然後呢,你可以把這個檔案也許存成什麼呢 存成所謂的活躍簿好了 當然我們現在裡面沒有聚集 所以我先儲存這個 如果你把它儲存這個的話 它的副檔名就會從XLS變成什麼呢 XLS多一個X 那這個是2007以後的格式 如果你把它改成啟動活躍簿就是XLM 這個我前面講過 那會有什麼缺點喔 你可以把它儲存一下 那你會發現儲存之後呢 現在還是相容模式嘛 所以如果你把它關掉 我重新開啟什麼 開啟我另存的這個 這個 其實圖示應該會有點不太一樣 我把它改成比較大一點的 這個是舊的 這個是新的 不對喔 這個是新的 這是舊的 因為這些都 對嗎 沒有 跟這個應該是這個是新的 或者你可以看日期 這個是新的 這個是舊的 它好像會給一些訊息 這個圖示跟這個圖示 2003、2007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你一樣怎麼樣 把它Ctrl向下 有沒有發現 1048576 那也就是說 所以你說2003跟2007有什麼差別 最大的差別第一個 它的最多比數 由6536 編成1048576 就是100多萬筆 所以如果你要把 以色列當資料庫來用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最大比數就是100多萬筆 但如果你的比數會超過這個限制的話 那你可能就不適合了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 eSale基本上 它不像資料庫的效率這麼高 所以如果說你跑一些比較大的資料的話 還是盡量放資料庫會比較合適 所以大概這兩點我覺得 是eSale如果拿來當資料庫的缺點 但是它的優點 當然不用講了 裡面它可以用VBA 而且這種格式是最通用的 我想沒有一台電腦沒有eSale吧 如果那一台電腦沒有eSale 感覺那一台就不是一台電腦了 因為它能做什麼嘛 所以現在 你Windows灌完之後 再來就一定要灌Office Office裡面第一個一定要eSale Asses有些公司還沒有賣 Word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了 連這裡面都把它拿來當Word來使用 頂多就加一個PowerPoint Outlook也不見得大家會裝 所以基本上大概會有這些概念 那如果說我今天拿它來當查詢資料的話 那第一個我這邊是資料 所以左邊的部分是放資料 裡面的話有幾個欄位呢 有12345個欄位 所以這個概念都差不多 那裡面的話放的 再來資料庫 可能要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欄位 第二個的話就是裡面的資料型態 比如說裡面的編號一定是00開頭 那一定是文字有沒有 文字 然後這個也是文字 那這個的話呢是數字 不過呢數字有分兩種 一種是有小數點 一種是沒有小數點 如果你有學會Asses的話 你大概會有這個概念 另外還有是整數沒有小數點 有沒有這兩個是一樣的數字 可是有小數點沒有小數點 另外的話這個文字嘛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把資料 丟到資料庫的話 那你就是把它資料庫那邊設定好 資料也可以丟過去 也可以拉回來 兩邊是可以相通的 那再來頂多是有一個日期格式吧 日期格式的話那邊也可以設定一下 所以 當然如果說你只是把它當一般資料庫的話 那個 就不需要再去學Asses 因為之前蠻多同學在金融業上班 他們說他們現在除了Excel之外 其他工具 如果要用就要額外申請 而且非常的麻煩 所以他們說有的時候 交一些可能之前交一些比較額外的軟體 他們都覺得 老師這些我們可能用不到 因為我們也沒辦法用 所以變成Excel一個軟體就要通吃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把這個0005 插這邊的話呢 自動幫我搬過來的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 當然最笨的方法是 複製貼複製貼複製貼 這樣永遠做不完 所以怎麼辦呢 我今天基本上可以用什麼 我剛剛講的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Lookout環數 所以第一個Lookout 那它這邊的話有兩種組合 我們用預設的 它可以是兩個範圍或一個Ray 我們用預設這一個 那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LookoutValue 意思是說你要查什麼 Lookout吧 查的值告訴我 我要查005 第二個的話呢 那請你告訴我 你這個值所在的那個陣列 所以基本上上面這兩個應該是一組的 下面這個是它查到之後的位置 去找另外一個範圍的相對位置 把那個東西帶過來 所以你要照哪邊查 到這個編號的範圍 它會在這邊找12345 它找到的位置 第五個 所以所影值的話 就第五個 那相對位置的話 那你要我把哪一個範圍的第五個幫你找到啊 那你就告訴我 你幫我把這個範圍的第五個 所以12345 它會把什麼 劉宏君幫你帶回來 OK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發現劉宏君就帶過來 那一樣的方法你可以怎麼樣 底下的話怎麼辦 當然最好是可以向下填滿 一次搞定 可是這邊好像不行 因為這邊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B 改成C 改成C 所以這個地方有點麻煩 你可能要複次 這邊要貼 貼了之後的話 你可能要再重新去把這邊的範圍改成這邊 打個勾 那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變成說 你要再把這個範圍做修改 所以如果用LOOKUP函數的話 有個缺點 你就不能用刷的 刷的是什麼 向下一拉 全部OK 那會是最好 但怎麼 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可以刷就可以直接呢 幫我把其他的做出來 其實這邊可能要換一個函數了 那我們試一下 004 Enter 你會發現它會自動帶出其他 其他列的資料 那這個有點像是 常常同學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 輸入一個它自動帶出其他的 其實就類似這種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 LOOKUP拖拉過來 按Ctrl鍵 複製一下 也許我不要用LOOKUP函數 我如果用什麼 用另外一個常用的 VIRU函數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為它的編號剛好在第一個範圍 第一欄 所以LOOKUP查什麼 查它 table 不包含欄位名稱以下的資料 就這個範圍 那第三個問題是 col是column column是欄 index number 是第幾欄的意思 那我要查 一定是查第一欄 那它會問你說 那你相對位置 你要幫我把 第幾欄的資料 幫你帶回來 這邊輸入2就可以了 第三個問題是 比對的方式是要完全一模一樣呢 還是要幫你找 如果找不到一模一樣 我幫你找接近的 如果是0的話 你一定要一樣 如果找不到一模一樣 它就會出現請NA 有沒有 NA是not available 找不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1的話 它就如果0009 沒有對不對 它會幫你找什麼 0008 它會找接近的 所以你可以先試 先用0好了 等一下可以改改看 按個確定 有沒有 查到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向下填碼 剛剛是什麼 複製 貼 改這個 有沒有 2 改成3 3 改成4 改成5 那如果說呢 我可以自動產生2 3 4 5 然後呢把它放到這邊的話 那它不就會自動怎麼樣 一拉全部就好了嗎 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假設這邊有 5個欄位還算少了 如果你10個 20個欄位 那你豈不是一直貼 一直貼 可是問題 要如何可以產生 2 3 4 5 而且你剛好向下拉 剛好要能夠產生這個數字 前面我們有沒有講過一個叫Row函數 Row 有沒有 Row函數 這個Row函數 我把旁邊這邊練習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在旁邊 插入一個函數叫Row 也是在檢視與參照裡面的這個Row 這個Row主要的用途 就是它會告訴你 你現在 你直接按確定 你現在儲存格 在哪一列 所以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變成4567 4567 那不是跟我們剛剛2345很像 差多少呢 差2 對不對 所以剪掉2 打個勾 向下填滿 2345出現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向下填滿 可以的話 很簡單 把這個Row-2 有沒有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 有沒有 把它貼上 Row-2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嘛 反正Row-2 現在是在第四列 它-2還是2 跟剛剛結果一樣 可是如果你今天向下填滿的話 但是特別主要 向下填滿的時候 因為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會跑掉 所以把它鎖起來 還有這個範圍呢 也會跑掉 所以鎖起來 其實要鎖列 因為我們只要向下填滿 打個勾 向下填滿 放開 一次就完成了 好 那一樣啦 當然你可以再輸入 005 Enter 有沒有 劉宏均 這個資料都帶過來 但是我剛剛講 000多少 9 好了 Enter 緊跟A 為什麼 因為 我們找不到 你找不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 把什麼呢 把這邊改成 1 1的話 是接近的 如果你找不到 沒關係 給我接近了 就好了 不過好像不行 009 應該幾個內 好像比較合理 不過我只要是 讓各位了解一下 這個地方 要怎麼做 還有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每次都要自己輸入 感覺好像不太方便 最好是能夠有個下拉清單 有沒有 直接點那個上面 查詢 它中間有個箭頭 按下去 0到8 自動列清單 那我用選的一定不會錯 我就不會去打0009 OK 所以要怎麼增加清單 那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我剛剛講 1 2的話 把同樣的工作表 複製過來 試著用什麼 用剛剛提到的那個 V多函數 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最關鍵在這裡 Row-2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 要能夠自動增加一號的話 你別無選 不用搶其他的 你用Row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向右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懂的變通 就是Column Row是向下 是會參照 所以Row跟Column是參照函數 參照到你現在所在的列數 它只會去管列 不會管藍 但是如果你用另外一個函數叫Column Column 它就會參照你現在所在的 藍 這是第幾藍 那Column回來不會是一個英文字 特別重要 它回來是一個數字 第幾藍的意思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